大家好,我是从业五年月薪五千 五情缺关注的三五新年五环军 一个用大白话讲硬核商业的量仔 如今没有耗过羊毛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那些灰着剪刀的女孩让资本明白 甭管市场沉不沉,只要羊毛足够纯 具有大批飘移入场的硬核玩家 省钱无需体面,谁都不用说抱歉 但不知道埋头在羊毛堆里的老爱的话们 有没有反思过一个问题 羊毛是从哪里来的? 据划算,唯品会,奥莱,每天都有折扣 那么问题来了,他们凭啥天天打折 是品牌方特贱还是特傻 在专柜那个好价钱他不想了 如果你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 那么恭喜你,你将收获一个新的支持点 库存电商 电商平台是品牌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中间人 而库存电商平台就是品牌库存商品和消费者之间的中间人 那么新的问题来了 以服装行业为例 服装品牌方是不是真的会长期的积压下那么多的库存商品 以至于能养起来一个库存电商平台 和一大群剪刀手爱的话 这个还真的可以有 服装行业有这么几个特点 首先是季节性 其次是审美流行 再者还有款式材质分类 细分起来那就是色彩、材质、设计语言等等 这么多元素一搭配 出来的结果就是无限多的服装商品 这决定了服装注定是高更新频率的商品 需要不断地用新款去刺激市场 尤其是基于消费主力是女性这一前提 产品的更新率高 是服装行业库存问题的先天性不足 以及是生产周期长 生产线从沙线、面料再到辅料 路径长耗时大 生产的效率做不高 所以库存少可能会供不应求 后续的生产跟不上 进而流失订单 但库存多对于高更新频率的商品而言 在如今多变的服装消费市场 又时刻面临着供过于求的滞销风险 服装生产慢 款式更新快 使得服装行业对市场需求量的计算要求很高 但向来多变的服装消费市场 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 想算准市场需求其实非常难 库存因此成了不治之症 处处是矛盾的库存问题 让企业对于库存的把控 很难做到尽善尽美 无论怎么样把控 多变的市场总是会给商家们上一课 所以库存的控制只能尽力二位 与其强求库存控制 不如提前做好清仓大甩卖的准备 大部分人都不了解服装库存的可怕 所以才无法对那些含泪大清仓 跳楼大甩卖感头深受 看完这期视频 或许你真的会对这些商家有点同情 毕竟人家真的是在大放学 针对服装行业更新频率高 生产周期长这两个特性 价格低 款式多 背货量少 是现在很多服装品牌出大的策略 也就是俗称的快时尚 快时尚策略一方面用来解决的 就是固存问题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比如H&M和Zara Zara一年推出的时尚种类高达12万种 每种都是小平量生产 产量少 生产速度快 更新频率高 Zara自己建立起来的供应链 有个专用名词叫做柔性供应链 对于服装消费市场的变化 反应灵敏 回应迅速 是Zara荣性供应链的成功之道 用更多的款式 去应对可能增长的消费数量上的需求 和消费者口味的多变 这其实是扩大了销量 然后用更少的单品产量 去降低商品支销的风险 这其实和现在摆摊卖水果的方法是一样的 水果的种类多了 你熬的苹果没了 我也可以给你推销橘子 你也会嘛 这样我就不需要存很多的苹果 因为也不见得那么多人都爱吃苹果 存多了 人家不买就烂了 但同时我也不怕我苹果太少 买不到的人会走 另外还有橘子 但因为今年疫情这只黑天鹅 贯彻柔性供应的Zara 同样被库存压力搞得死去活来 打算贯1000多家门店来直选 价格和款式是可控的 但是产品库存数量终归是不可控的 哪怕是所谓的柔性供应链 那么高库存究竟会给商家带来哪些伤害 首先是长时间的积压救火 钱就一直没有办法赚回来 没有现金流又无法生产新款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更不谈还有不断上涨的仓储成本和美念租金 以及需要解决滞销就需要降价 一降价利润就低了 拖得越久利润就越低 对于服装行业而言 库存的伤害就是蝴蝶效应 甚至会不断循环 有些品牌从诞生到倒闭 终其一生都在清仓 在服装行业 一般一件衣服超过三年就卖不出去了 那些定位相对高端的服装品牌 往往会先从一二线城市开始卖 再挪到三四线 以及是库存电商平台去销售 再往后就销往以东南亚地区为主的发展中国家 都市利人在公告中曾经提到 他们家目前还在清仓一新年的存货 按金卖 没有听错 人家是按金卖给东南亚 这足以见得 库存积压对品牌方的伤害有多大 再这么下去只能去做慈善 但内衣做慈善又似乎有些不妥 都市利人作为曾经的中国女性内衣龙头企业 如今的市值跌得只剩下六分之一 根据财报 2016到2019年 都市利人的存货分别为11.5亿亿元 11.12亿元 11.65亿元 和6.8亿元 看上去库存压力在逐步减轻 但是你要知道 都市利人的市值也只有10亿出头了 库存总额都快赶上市值了 而今年受疫情的影响 让都市利人一刀回到解放前 利润都拿去填了库存的坑 竟然还不够 6月都市利人发布业绩预告 升上半年亏损不少于1.2亿 别说是都市利人了 如今就连耐克都扛不住库存的压力 一只剪一只涨 一只涨一只剪 当然剪头发的手段 倒是从剪刀升级成了电推剪 传统清库存的手段 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耐克阿迪的工厂店 品牌方之所以要自建折扣店 当然也是希望尽可能减少中间商环节 不至于因为清库存连底价都守不住 品牌显得越来越low 一个动不动打一折两折的品牌 在消费者眼中肯定会慢慢变low 再比如奥特莱斯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奥特莱斯的英文就是打折的意思 在电商盛行之后 拼库存的新手段 库存电商应运而生 名头这么玄乎 其实你把它理解成 专门库存货的淘宝就好了 库存电商对于服装行业 不失为一击解药 品牌方对于新库存的需求 是控制底价 而帮助品牌方 直接出达消费者的电商模式 当然能够实现这种需求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今年1到5月 我国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总额 达到4.47万亿 同比上涨9% 在这些存货当中 服装和纺织业的存货总额 达到913.8亿元 和1656.9亿元 都处于高位 所以服装行业的库存问题是常态 加上这行业的新品竞争 又是出了名的激烈 短时间之内 根本不存在缓和的可能性 何况服装这类高毛利的商品 卖得再便宜 商家仍然有得赚 所以赶紧回收现金 就投入新一轮的生产 比死活不降价 气压在仓库里吃灰 赔上仓库租金可聪明多了 服装行业的库存产品 长期充足 而快速清库存 也仍然是商家的追求 特别是经历了疫情 这只黑天鹅的洗礼之后 商家们对于线上渠道 更为看好 所以库存电商的天花板 可以说非常的高 撇开次要因素 这是因为 比如巨划算 唯品会这些平台 具有高度的库存电商属性 所以他们才能天天打折卖 今天的五环军 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关注三连走一波 咱们下期见